好 谢谢雨昕 接下来关心到在宜兰南方澳渔港 晚间出现了间歇性降雨 店家指出今天游客减少 担心明后天雨势会更大 生意会受到影响 详细情况联系给记者姜宇曼 好 主播 记得人家的位置呢 就在宜兰的南方澳渔港这边 从今天晚上八点多开始 这里就是出现了间歇性的降雨 风雨呢 都还是一阵一阵的 但是其实人在现场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到了月晚这个风势是有越来越强的状况 只是这边的店家他们也有提到说 从这个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这边的生意是明显少了很多 游客是减少了不少 就是因为这个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这附近不少的旅馆还有饭店 都是出现了退订潮 那游客退订了之后会连带影响到外地客 就不会来到南方澳渔港这边 所以今天的生意比起上一个礼拜六 其实是明显的差很多的 但他们也更担心 因为明后天的雨势恐怕还会再更大 所以也等于说明后天的生意 可能会比今天的状况还要再更糟一点了 那气象局则是表示说 今天晚上的这个风雨会是逐渐增强的状况 而且雨势可能会一路的去下到明天 明天除了在花东地区 他们会首当起窗感受是最明显之外 在宜兰的朋友也要注意 可能还是会有间歇性的降雨 甚至是强降雨 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了后天 所以这等于是从今晚开始 这三天都还是出门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 那要再提醒民众一下 他稍早的时候依然是宣布了 没有达到这个停班课的标准 所以明天是要正常上班上课的 也提醒出门的民众都要去注意安全 小心不要被风吹走了 以上是《星星》 中台海魁暴风圈正在逐边进入了 台湾东北部的这个地方 东大门夜市也提早了一个小时来收摊 最新的情况连线给记者联陈璇 好 中台海魁台风将袭击东台湾 那目前记得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花莲的东大门夜市 可以看到稍早的话 其实是已经有先下起了小雨 不过现在因为地板上又是全干的状态 因为其实雨势是只有来了一小段而已 其实是来得非常的快 也去的是非常的快 不过因为中央市场局是强调说 其实在入夜后 这个强降雨势会比较明显的 不过现在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 其实风速是比较大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花莲市区的话 的这个风速可以来到七级的强震风 所以现在是风比较明显 雨势的话其实是还好的 那因为台风厅的关系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花莲东大门夜市 也是提早了一个小时 就已经来准备收摊打烊了 可以看到后方其实所有的店家 他们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 已经收摊差不多了 那因为台风天已经步步进鼻的关系 可以看到其实店家们 也都是用这个绳索来绑紧相关的布条 以及相关的扛棒 那就是要防止这个台风天的应变措施 那以上就是为你挡住资讯 把镜头转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